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2月6日 周四凌晨,德国杯迎来一场重头戏 届时金济表现出色的史特加将主场迎来强敌多蒙特的挑战 虽然两队近况都较为理想 但史特加近年对阵多蒙特可谓输多赢少 显然是落于下风的一方 而且后者刚刚从欧冠联分组赛当中突围 球员士气极其高昂 在此等情况下,金杖还是更为看好多蒙特取得胜利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史特加金济整体表现绝对能让球迷满意 前13轮联赛过后,他们好取10胜3负加技 暂时机30分,位居德甲前三甲之列 而且,其间有着军场攻入2.54球,仅11 15球的均衡攻防演出,球队战斗力确实不容忽视 史特加能在联赛当中取得如此佳技 前锋西路古拉斯的确鞠躬至尾 此次金济在德甲已有16球进杖 在猎神射手榜刺棋 相信他金杖绝对是多蒙特需要重点盯防的对象 至于德国杯方面 史特加前两圈接连击败巴林根和柏林联 顺利击身第三圈 但上述两个对手显然无法与多蒙特相提并论 因此,史特加金杖将要面临真正的考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史特加历史上曾三次夺得德国杯冠军 但最近一次已经要追溯至1997年 可见球队近年在这项赛事当中并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此外,史特加近年对阵多蒙特也是处于下风的一方 其中,在双方最近六次交锋当中 史特加仅得一胜意和四负的劣迹 而且,期间每场均被对手攻破大门 由此可见,史特加金杖将会备受压力 阵容方面,中场尼古拉斯拿迪和后卫伊藤杨辉等人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布蒙特联赛至今整体表现虽然略讯史特加一筹 但他们的表现并不差,13轮战败 球队取得25个积分,位居积分榜中上游位置 而且,与前列队伍的积分差距并不大 至于近况方面,布蒙特已经连续三场 各项赛事保持不败,兼且取胜二场 当中步伐击败一甲豪门,AC米兰的精彩演出 而且,期间的一场合局 是与金记表现抢眼的利华古逊,激战成和 表现绝对有所交代 由未喜人的是,布蒙特近期攻击力相当有保证 他们已经连续五仗各项赛事能攻破对手大门 期间多达三场的入球数达到两球或以上 马高雷斯和尼卡斯富古加等攻击手在此期间均有斩获 状态不俗的他们,金杖显然能给史特加后防线 施加一定压力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布蒙特早前已经提前一轮 从欧冠联分组赛当中出现 这无疑从侧面反映出球队应付硬仗的能力 布蒙特这方面的能力显然优于金杖对手史特加 同时阵中将士目前可谓士气高昂 他们金杖的争胜决心,毋庸置疑 在此等情况下,布蒙特此番出征胜利可期 阵容方面,中场菲利斯尼美查和前锋杜兰维利等人 因伤无缘披甲 感谢您的收听 金材赛事,竟在M直播